港股上星期跌了500点 现在科网监管又重临 又有重榜股业绩 今星期后市走势又如何评估? 希望走到24,000这些水平 因为短线拖低市真是李团 可能腾讯有很多科网股 都是拖低市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一些价值股 近期强势汇控、中移动 短线有个问题 近期涨了很多上力 开始熄火 所以如果恒指穿24,000 整个二月份有机会创低位的时候 短线有机会说 淡有得适 可能会落到23,500这些水平 真是不奇怪的 所以如果你从一个短线角度上 看回看短期后市来说 收不收得住24,000 当收不住的时候 投也不会的 你做短线部署 要么就顺势沽 要么就先指一指 找机会再去买 所以指数方面 看看24,000收不收到 24,000至25,000 我们过去两个星期都是这么说的 自由炒上落 自由发挥 最新是有些负面因素上 根红顶白策略上 当然是踩多一脚 但问题主要是科网股 究竟事件上是美团一间公司 最终会受到影响 还是市监局发的那位放原价 政策陆续有来 现在市场正在想这一件事 真是在猜猜一下 你要我硬猜 我一直都是在猜 放原价的消息 然后会陆续有来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 会害怕会小心是一件好事 但是暂时的消息 代不代表着 港股要有个好心好心的调整 看看你的程度 在说什么 如果我从来都不想 今年已经见了个低位 立刻没有事 由头上升到尾 相反地 如果你穿24,000的时候 我自己会做定一个心理准备 指数有机会再向下一次低位